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个巴黎的协和广场的边上 协和广场我们知道 法国大革命时那是中心 路易十六就是在那被砍了头 应该被吊死 那在曾经最高峰的时候 在那里一天杀了一千三百多人 法国大革命 而我也跟大家讲过就是 觉得很奇怪 你到卢佛宫看到 在法国大革命之后 法国的著名画家 这一个世纪 从一八几几年之后 他的画风 他的内容 全都改变了 除了一些写实派画家 什么印象派啊 朦胧派啊 新印象派啊 对不对 就像我说的 梵高把自己的耳头砍了 就变成了这样的画家 而这些画家的作品 现在都是价值连城 富可抵国 一幅画能把 他们都把一个国家给买掉 就那意思了 那表明了现在人们的艺术观点 和生命观点 当人失去了真正的信仰 当人失去了 人对自己的灵魂的 来处的真正的认识的时候 人就会陷入到 这种物欲之中 而这样的物欲的本身 就成为了一种欺骗 在欺骗着追逐物欲者 因为他已经不知道了 因为他失去了标准 这是我自己认为 没有这样的大的范围的 这种堕落 这种物质化的反应 就没有大审判的来临的意义 人们只注重自己的放纵 本身就完了 所以但反过来 我们也提到说 中国共产党的基础 相当部分的理论基础 与法国大革命 与巴黎公社 是直接相关的 是直接相关的 他内在精神的部分 直接相关的 而法国大革命 一直到将近一百年之后的 巴黎公社 他确实摧毁了 当时与对神 在法国 在巴黎的 对神的颂扬的 那一项的建筑物和艺术品 取而代之的 是具体个人自我的放纵 共产党又利用了 人个性自我的放纵的本身 追求自由的本身 却把人本身杀掉 打土豪分田地 人人获得物质 人人获得自由 人人获得权力 建立起来的今天 中国共产党的 邪恶的政权 他的邪恶之处 就在这里 今天是走向崩溃的年代 法行事 这个法广有篇报道 昨天的文章题目这么说 已故中共元老 陈云长女 陈伟丽说 支持习近平强力反复 中共在纪念陈云 一百一十岁诞辰之陈云的长女 那陈伟丽发出声音 强烈支持习近平反复 那陈伟丽告诫说 习近平反复 还是为了共产党江山好 因为不反腐 共产党的江山就会完蛋 没有太多的细节 但是他的说话的分量 和他的身份 就变得非常的突出 陈云 是在中共过去的八老当中 足以抗衡邓小平的人物 邓小平决定什么 陈云具有否定权 第一个 第二个 陈云家族来自于上海 而陈云与江泽民 在官场上有一些渊源 在八十年代 陈云历见 江泽民到上海 任当地的官员 八九六四 再次使陈云历见江泽民 进入中南海 取代赵紫阳 陈云的儿子 陈云 长期主管开发银行 是中国金融体系当中 有名的大佬 有名的太子党 我也跟大家讲过 在中共反腐当中 没有碰到的是金融体系 那今天我们看到的股市标涨 在我看来 是有人在忘死了玩王岐山 而在整个从三月底之后 陈济的反腐打老虎的整个这个氛围之下 陈云的长女 陈伟丽说话 支持习近平 就显得非常特别 在解读上 我觉得是 不能够一言以蔽之 就是这个和不是那个 很难说的 第一 反腐亡党 不反腐亡国 这是几年前的共识 但是今天没人敢说 因为主政反腐的人 是习近平王岐山 反腐必将亡党 因为他揭示出中国共产党的 邪恶的一面 人人都看到 结果这件事情的出手 却来自于今天的 习近平王岐山 李克强 所以这就形成了一个 陈伟丽说 共产党是为了共产党江山好 这是一个对立的概念 但是呢 他表现出来是支持习近平 那陈云家里面的人说话 这个太子党 红二代说话的话 让我看到的是什么 让我看到的是打曾庆红 陈云家里面的孩子讲话 他的力度造成了太子党的 敬畏分明 他也就变成了 这个时候 有相当一批的太子党 会支持习近平 打击曾庆红 所以我才说 这是一个问号 而陈云 陈云的儿子 已经从开发银行退出来 但陈云并没有讲话 所以这是在大的框架之下 如果你再结合一下 昂山素姬在今天访问 这个大的框架之下 中南海 营台面临着重大的决策 这个决策发出来 是整个世界会产生震动 才会出现现在的寂静 所以陈伟丽的说法 你现在评论是和不是 有些早 但是呢 他的说法 在未来的时间里 将会看到其中内在的原因 大家好 我是石涛 一万年太久 只争朝夕 这是周星驰 在降魔片里面的开头语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背景 是涛哥看电影当中 跟大家分享 周星驰的西游降魔片的 我个人的认识 我一直跟大家讲 我认为周星驰有来头 他的两部片子 一个功夫 一个是降魔片 用非常荒诞的手法 突破了中共高层的 电影审查制度 却隐喻着 直接明确点出 现今中国社会的现状 借用了这种民间 中国的武术 中国的民间的神话的传说 去讲出了今天 在中国社会当中 所发生的真实的一面 我个人认为 周星驰在中国传统文化的 修炼的概念当中 他有很深刻的理解 这是我在影片中 跟大家分享过的 影片里 他还介绍了 不同层面修行的人 或者说修行到不同层面的人 他展现出来的能力 他面对的苦难 他面对的一切 和作为人 灵魂的一面 对真正佛法的坚信 他展现出来 不是人自身的力量 而是他的信念 感动天地 真正做到了 天地人合一 形成的 展现出来的 一种价值 一种生命的所在 想看涛格侃电影 在YouTube上 打进涛格侃电影 你就能找到涛格了 杨秀珠 中国摆明的红色通缉令当中的首位 星期二在纽约开庭曼哈顿 但这个开庭本身不是公开的 因为里面最关键的问题 他寻求政治庇护 美国之音报道说 中国头号通缉犯杨秀珠 在美寻求庇护 星期二 杨秀珠 因为违反美国移民法的案件 在美国移民法庭出庭 里面讲了一些细节 就是他出庭的状况 但是出庭的内容全都没有 因为他牵扯到个人隐私问题 这里我个人的提出的说法 就是关键的政治庇护 杨秀珠提出这样的申请 将按照美国的法律 将会 他会有机会拖很长时间 因为他年龄很大了 对吧 如果再拖很长时间 就像当年赖昌星拖了十年 那可能这事就不了了之了 对不对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寻求政治庇护 被嘲笑的是谁呢 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政权 对吧 他的政府官员 他 在他的框架之下弄了他的钱 跑出去 然后 反过来寻求政治庇护 说 这个官员曾经服务的政权 是一个邪恶的 是一个杀人的 是一个灭绝人性的 是一个不讲人道 是一个把人命施为草剑 根儿就在中国共产党本身上 我跟大家讲过 中国共产党不不完掉 不被抛弃的话 今天想在这方面走出任何一步 都是难上加难的 被弄回去的 是一些小喽喽 和是一些 在我看来 有着某种交易的背景 那有些有影响 他就可以这么来 对吧 就像郭文贵的 你现在听不见郭文贵的声音吧 他以那样的方式 勾携的方式跟你做了 当你维护共产党体制的时候 你就下不去手 最会逃税的是谁呢 税务官 对不对 最大的犯罪是谁呢 是抓犯人的 相生相克的道理 在人间正常生活中 表现得淋漓尽致 当你不改变自己的时候 当你共产党本身的品质在的时候 这些东西玩死你 因为你是异类 因为你是魔鬼 对吧 所以我觉得杨秀珠的案子 最大的特点在我的眼睛里 他会给今天 来到海外了 或者刚到海外的 或者将要到海外的 那些贪官者的 做出一个范例 这样的范例 就是如何对抗你今天 反腐 天王 或者什么 猎狐的行动 那是行动 那是号召 那是忽悠 对于他们来讲 是玩命 因为你要要他的命 当要他的命的时候 他会拼死抵抗 被揭示出来的是什么呢 制度的邪恶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